这里有一棵1200年的银杏树 这个银杏树它有一个奇特的景观 我带你们看一下 1200多年了 上面还挂了很多的银杏果 这个树是公元806年摘种的 自反野猫的 我们说这个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千年就是树神了 这个树经过1200年的孕育后 它的树根部位 已经自然开裂了 已经中空了 在这个中空部位 它长了一个树牛 看到了吧 这个树牛它的造型很奇特 它就像一个倒挂的阴矮 你们仔细地看一下 是不是 像一个倒挂的阴矮 所以这个村民 视这个树为神树 认为这个树在1200年了 还能孕育出新生命 非常奇特的这个景观 好